在勇士隊這邊後場有看到林書瑋跟莊宗憲 Mike Sing Cherry搭配的是曾祥軍 另外中鋒則是Zadev 賽瑟夫 第一組的球隊派出了高國豪跟朱雲豪 在後場隊長李佳瑞在先發的陣容當中 而吳施進入到了先發名單 走來收到一些效果 來了 在一開始就漂亮的抄劫之後雙手 來底下 追上去這個球兩分放心沒有問題 勇士也開張 想傳播打到籃框上 對 開始可能還是想要把球交給辛巴 當中欠 這是狗難度的一個翻身跳投 Bank Shot 布拉在那邊等著啦 想挑戰辛巴沒那麼簡單啊 他切過來的時候可能沒想到 辛巴會回來得這麼快 但是還沒參與進攻 對 沒錯 在籃底下 這個球找到的是烏施 好球 靈活的走位 在東位的接球方面 其實比第一戰的第一節創造了更多的空檔 來在三分 三分線當中 Long 2 是誰的 曉夫 三分線 六投 零中 來 李佳這邊太活潑了 李佳瑞這樣比賽 雖然說目前沒有得分啊 不過 鞠躬跟防守上做出巨大的貢獻 外圍再來嘗試一次 真是有了嘛 哇 差比手 不過其實 副方在這兩波的防守上 就漸漸未必 因為連續上李佳瑞 有轉移之後的大空檔 所以我們看到 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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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擾的機會三分球進 賴庭恩 哇 這一邊進來的是 My Secretary One Slam 要注意進攻時間哦 這支跑筒沒有 藍底下星巴活動還滿 時間補信 空間 因為在對位上 往往在勇士這邊 賴庭恩只能被田豪 或是高國豪二點 終於來了 第二顆 天豪上來也馬上 在 在攻擊面上 是在防守面上 因為你會發現 賴庭恩剛才在選人 在走人的時候 他有點想反過 哇 賽瑟夫 胡領彪 忘了Z 他是今年在聯盟當中 三分線最準的球員之一 直接蓋火鍋 外圍 稍微猶豫了一下 沒有出手 只有選擇是 高國豪 4-3 高國豪 輕鬆 輕鬆 林志杰其實在 這樣比賽並沒有太多 擎手的機會 小跑車 上來 要做一個補籃 結果 這不是星巴 對 沒有星巴在 忽然標 有 哎 姐 76點 你再上來都不用熱身 對 而且 exposed都可以貢獻分數 貼凝群 做一個假動作 然後來 往另外一邊 男子漢 暴流的啦 接近去拋走 林志杰把球帶過來 底線 戴文成 wide open 的機會 他們有力 這是不是要考慮叫個暫停呢 林進去還有蠻大的距離在 但他照拋卜 宗宇先生接近來的話 抓住 好 其實每一場都有些騎兵跳出 市長總是這樣比賽要突圍的話 絕對要有除了這些老將之外 球員有做出貢獻 這40歲的超級老鬼 肥神進來又是宋宇軒 宋宇軒上來 三分球進 在上半場 團隊的第八顆的三分球了 外圍也可以 宋宇軒 三分球 這個火鍋星巴還是打下來 這個球沒有講哨 星巴沒有回方的情況之下 直到雙手夠了 孟宇軒這邊的突破被 最新 東宇軒又來了 知道事情的真相嗎 快速的倒傳 又是 三分球 哇 欣賀力的這一球 其實很常常使用的區域帶冰人 在外圍第一線守了一個三二 讓對方在轉傳的時候沒有空檔 WHO HURY的三分球 高國豪 DESE 外圍 擋出一個空檔 球 0次鍵 包夾在那邊過來了 又是高國豪 哇 高難度啊 真的 DESE 選擇打板沒有問題 這球稍微漏掉了 這球快要掉了 接下來用波的創意十足 前一場比賽林智傑打的時間其實不長 只有打了18分鐘 打分球去 球給智傑 今天 漂亮的給球 新特立助攻 賽者夫兩分放進口袋 這個分數現在停下來的 外圍先分一個三分 拆手的效果加壓就出來了 金巴 這個球硬上去 要了 這邊又發生失誤再抄回來 來 底下 新加坡球沒有問題了 台灣應該現在要吹得有goaltending 想觀眾的投入 希望他們在整個加油還有整個氣勢上面 其實跟一二節比起來 可能第三節活而過了 在這邊有Mike Singletary 外圍的三分球 填浩 再度 回到了16分的差距了 這分差是慢慢在縮小 那一部車的出手實在是抬 在投入 出追 籃機 忍耐 游水 前 cond 中間 中間 武士飛身進來 兩分搖到 運用封建來當組織者 增加在整個團隊上面的高度 中間一賽 來一個 張龍仙 暫停前跟暫停後 我練 武士在外圍的看 單身球 終於出現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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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這個拋頭 太穩了 自己 外圍直接拔起來 就 3分 有機會啊 第一次的放球 第2 4 有了 3分球 星巴這次回防得很快啊 3分球再進 3分球再進 哇 你看 周貴宇十一慢下來 外圍上來 這次沒有 還搶到進攻籃板 再補進2分 哇 你 3分 3分 哇 怎麼樣都能得分啊 在右攻下了28分了 快要到30分了 快要到30分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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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分數上面就停住了 但是你看在第三節 林明 抓到進攻籃板 藍底下靠在對方的身上 邵正義再次得分 OK好 鐵琳切扣打板 對手出 手臂又勉強的 赤海是被投進了 高國豪 高國豪是被逼到絕境更長的難 即便是這場比賽 一直被壓著打 高國豪的飛身送籃 又來一顆 再開一個後門 第一次沒開成 第二次開到了 Battle 這數據顯現不出來的功用 哎 漂亮的給球 找到籃底下 林志傑 哇 這個傳球高國豪 自己沒有把球控制好 發生失誤了 平衡給到是志傑 再次拿下分數 在籃底下沒有把握住 東宇宣 拉桿之後的高打板 有了 中宇宣 在進區 可能要宣告這場比賽 勇士要拿下勝利 籃底下 在地板上面 重摔 整整 就表示現在的強度越來越大 還是依然會是球迷 甚至是大家討論的話題 而且也要考驗兩邊的教練 跟球員的適應 所以這邊雙方已經握手了 那也讓時間走完 這場比賽最終的比分 是102比81 要恭喜台北富邦勇士 在第二站 客場 成功擊敗了新竹街口工程師 這也是在今年自由賽的第一次 出現 這個新竹街口工程師 在主場昏敗的狀況